大家好,我是光潭 今天来做一个融合汤圆 搅当不一定汤圆 香草架剖开去则 蛋黄、汤、香草籽混合均匀 加入面粉 牛奶和香草架放过里,烧开 这牛奶倒入蛋黄里 边倒边搅拌 搅拌均匀后重新放过里 边搅拌边加热 烧开后继续搅拌两分钟 盛热集成线形 这个馅料现在要放冰箱半个小时 我们就来做腾胺皮 盆里加糯米粉和玉米淀粉 冲入开水 先用筷子初步搅拌 然后可以上手和棉 盛团之后加猪油 破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开始煲汤圆 盛团之后 盛团之后 盛团之后烙出 让它冷却 现在来做焦糖 锅里放糖 加入水 把糖熬制成护菠色 放水里冷却 不让它升温 逐渐插入糖圆 裹上焦糖 焦糖不定糖圆 就完成了 尝一下 口感蛮丰富的 外面很脆 里面挪 害到那个酱汁 卡莎酱 吃起来蛮有焦糖不定的感觉 如果你是喜欢焦糖不定 也喜欢糖圆 可以吃一下这个 猜猜给我们吃的是什么呢 感谢观看